谭宋宇与王凯合演的《相方而行》日前落幕 余温未退 这是谭宋宇既与林更新合作的《请教我总监》后 第二部叫做的《职场爱情剧》 细密发现这两部戏相似之处不少 尤其《相方而行》中 王凯设演的郭南亭在微信加勒尼称是《柠檬图案》的好友 恰巧谭宋宇在《请教我总监》里就叫柠檬 让两部戏意外有了梦幻联动 《相方而行》是陆剧中非常新颖的航空题材 找来谭宋宇、王凯扮演开民航界的技师 上演职场师徒请 彼此相砥砺 收获事业与爱情 对照谭宋宇与林更新之前合演的《请教我总监》 描述一下秘书如何在投资产业逆袭总裁 两人不止发展爱情 更在事业上相互成长 两部作品不管是职场工房 还是恋情纠缠不清的描绘 都算是属性相同 更巧的是 在《相方而行》中 顾南亭与好友倪战 程骁有着三角恋爱纠葛 而在《请教我总监》里 谭宋宇饰演的宁萌 与林更新扮演的陆济明 恋情之间也嫁了一个初恋学长 苏维然 扮演苏维然的演员 也就是饰演泥战的流畅 连着两部戏爱不到谭宋宇 不禁让细米为他寄予同情之泪 有趣的是 相反而行有一幕 拍到了顾南亭的手机微信好友页面 他刚嫁了一个 你称是宁萌图案的人 让细米一整个位置疯狂 猜测他有没有可能嫁得好友 就是请教我总监的柠檬呢 网友笑说 如果真的是柠檬 那么郭南亭运动的划船机 极有可能是柠檬投资的产品 然后卖给他的 只会两部戏意外有了联动了 值得一提的是 相反而行大结局 承销郭南亭感情大跃进 郭南亭终于直求告白 爱送了一无字的花 确定彼此心意后 两人上演了30秒360度激情勇吻 让网友为之疯狂 收视再度夺冠 完美受惯 也让谭宋宇成为隐形90后小花 说起90后小花 大多数人谈及的是杨子 迪雷热八 单一演技著称的谭宋宇 不仅外形可爱清纯 还有着极好的观众员 他过去演出网剧 《最好的我们》 锦衣之下 以家人之名 锦心肆欲 都获得不速成绩 此次播出的相反而行 在爱奇异视频 站内热度达到了8500架 拿下了热播总榜排行榜 Top1 同时连播的腾讯视频内 其热度超过了27500架 同样也是腾讯视频 电视剧热播榜的Top1 很甩刘一飞 去有房的地方 王河帝福托员 堪称新一代流量女神 相方而行 找来谭宋宇 王凯两位抗拒王担任主演 开播前就是备受瞩目 不仅演技方面在线 两人超强的CP感 也让网友嗑不停 使得谭宋宇的望夫体质 再度被认证 谭宋宇在剧中 演出七年零失误经验的 助手飞行员程骁 与王凯实验的飞行部副部长 顾南婷上演师徒恋 前期 程骁主动追求顾南婷 对爱情勇往直前的勇气 也获得观众的好评 剧中原本网友最诟病的 就是顾南婷 因前女友罗毅 在飞行事故丧生 使得她在感情中 迟迟不敢跨出第一步外 还有好友倪战 刘畅士也喜欢程骁 其中倪战 罗毅又是表兄妹 让顾南婷在爱情与友情间 挣扎不已 让不少网友看得兴计如愤 拼命敲网 希望两人赶快在一起吧 求处不前的顾南婷 在妈妈的劝告下 勇敢追爱 她也正视内心感受 决定发给前女友罗毅 最后一封讯息 彻底过去告别 表示她将追回程骁 因为重新打开心房 去爱人 而后当程骁问顾南婷 是否把她当罗毅的提身时 顾南婷也直求告白 我喜欢你 不是因为你是女妃 只因为你是程骁 超浪漫剧情 一生的两人感情线 往前大跃进 在结局中 顾南婷在情人节 送给程骁买屋子的花 表示因为不知道 她喜欢哪个种类 所以都买了 如果知道她喜欢的 下次一定不会买错 了得程骁心花怒放 而后 当程骁知道 顾南婷所驾驶的 飞机返航时 似乎遭遇危机 迟迟无法降落 心急在她 冲到航门口查看 发现顾南婷暗然无恙后 着实松了一口气 程骁得知顾南婷 搬机平安降落后 随即发讯息 表示想立刻见到她 两人一见到面 随即在半马线上 展开了长达30秒的激情拥吻 镜头360度旋转 浪漫指数破表 之后 程骁也答应与顾南婷同居 两人确定修成正果 不杀分子也纷纷直呼 一幕笑压不住了 好甜啊 谭松印真的跟谁都有CP感 最后了终于给天造吃了 一给还是一大堆 开心 虽然王凯谭松印的演技在线 顾南婷和程骁 最后的结局也很美好 但这部剧在逻辑上 还是有很多硬伤的 尤其是谭松印 她所说的成销 前期人设可谓是离谱至极 一个快工作了十年的飞行员 还是毛毛躁躁 喜欢和上司硬着来 还总做一些 十分冲动的错误决定 这样容易翻车的女主角人设 可谓是一点都不讨喜 但谭松印还是坚持着演完了 且至今都有着极高的人气 就能看得出来 大部分观众 还是欣赏谭松印的演技的 而且除了主角的这一条情感线之外 其余人的情感线都不太出彩 尤其是宋宋和夏志这一对 不仅毫无CP感 而且在一起的十分突兀且离谱 毕竟宋宋一个人有三段情感 和前女友的对李宇恒的单恋 最后才是到了夏志这一遍 其实两个人不仅在工作中 没有碰撞出什么火花 在生活中 两个人的接触也是很单调 最主要的也是编剧 对于二人的情感描述很少 夏志这套婚纱 真是穿得我猝不及防 一直没搞清楚 这部剧的女二号到底是谁 若是李宇恒还好一些 毕竟李宇恒的这段感情 现在十分清晰 从单恋过难停到逐渐放下 通过发展事业型的方式 放下自己对于这段感情的执着 最后和这个低情部门的乔振宇 走到了一起 这个结局倒是挺好的 乔振宇这个角色 当初给了很多镜头和画面 那时候就觉得 这小子后面一定还有戏 但没想到 他会和李宇恒走到一起 这个结局很好 要是情节再丰满一些 情节可以再丰富一些 相信这部剧会更上一层楼